哪一个宗教都希望人民生活过得很好 神爱世人 这个世人没有分族群 没有分宗教 这对不是说 神爱基督教徒 不爱佛教徒 圣经里就没这个说法 所以说不爱 我们要说福 我们要学神 我们要效法上帝 虚空法界是一个整体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 我们是一个共同的生命体 每一个传教师都赞叹自己的教好 佛教第一 基督教也第一 天主教也第一 哪一个宗教都第一 第一才能够和牧相处 如果有高下了 那就不平等了 所以佛家讲 平等正法界 必须懂得到 我们这个世纪人生 我们的身体 就是多元文化的共同体 严是一个族群 儿是一个族群 鼻是一个族群 各个都第一 严见第一 儿听第一 鼻秀第一 那不都是第一吗 没有第二 所以这个身体才能和牧相处 身体才健康了 如果说严第一 只要见就行了 不要听了 这个人马上就生病了 身体是整个宇宙的 一个浓缩的模型 我们在讲经的时候 早年常常讲 宇宙的复杂 跟我们身体复杂了 是相等的 身体是小宇宙 外面是大宇宙 小宇宙跟大宇宙 没有两样